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好 那簡單的說明一下我們這一次的測試的一些過程 跟我們如何得到這個結論 讓有興趣的人可以大概在未來或者是有時間的時候 可以用自己做同樣的測試來分析 了解我們這個調查的成果跟結論是如何得到的 好 那現在這個檔案呢 好 我把它放大一點 這個就是這次爭議的檔案的生譜圖 然後很明顯的聽到有一個低頻的聲音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複利的轉換 我們可以看得到大概頻率就是120Hz左右的位置 大概在這個位置 好 那我們為了要確認就是 為了要確認這個 用科學的方式來確認到底是現場發出 還是loopback recording 就是放音 就是 speaker CubeAI的喇叭放出再被收下來 所以我們要做幾個基本的測試 那一個測試是說先了解CubeAI的喇叭的性能 還要再了解他們的麥克風的性能 OK 所以我們做了一些 預錄了一些reference的sample 這樣子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reference sample 好 那我們這次用的是80Hz 100Hz跟120Hz的sign wave pink noise跟white noise 那大家如果好奇的話可以自己去google一下 你就會知道什麼是sign wave 什麼是pink noise跟white noise 然後我們在主控式的就是speaker的播放的狀況下 我們去做了相關的測試 可以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LowRT60的 好 我們先看主控 好 這是80Hz的 OK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說 OK 這個80Hz的 我們就是放這樣的頻率 去測這個 CubeAI它的裝置可不可以放得出80Hz 然後也可不可以收得到80Hz OK 那就是可以看得到它的頻率 就在80的位置 所以我們還有個100跟120 那反正就是sign wave 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sign wave大概就是長這樣 所以我們就不特別再讓大家知道 就是120Hz長什麼樣子 那就給大家一個示意 然後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還用了人生的sample 來做testing 我看一下喔 檔案 Sorry 稍等一下喔 我找一下我的檔案 檔案 檔案測試 就是120Hz的sample 來模擬人的 來模擬 來模擬 駭客 就重現駭客的聲音 1 2 3 1 好 所以就是這個sample 仔細看就會看到說 OK 就是我的基頻 我的基頻大概也在120的位置 OK 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游標的位置 OK 所以我們就把sign wave pink noise y noise 全部都送進去 那y noise跟pink noise 最大的差別 我還是稍微解釋一下 y noise 就是每一個frequency band 都有一樣的能量 大概就是白噪音 然後pink noise 就是每一個octave的能量都一樣 所以pink noise跟y noise 它其實在科學定義上不一樣 測的東西也不太一樣 那反正我們為了要測試這個設備性能 我們就pink noise y noise 然後80,100,120Hz,3Wave 還有一個120Hz低頻人聲的測試 我們來測試這個 Kubo AI的設備性能跟反應 好 那我們就一個個來看 我們先看low RT60 就是我們減少環境聲響 對於設備採樣 對於麥克風採樣 或者是speaker播放的一些干擾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 好 這個是80 好 很明顯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Kubo的speaker放 然後麥克風收 這是機頻 80Hz的機頻 第一倍頻 一倍頻 這個是機頻 然後二倍頻 三倍頻 乘以三倍 好 所以很明顯看到 80Hz是三倍頻的位置能量最強 所以可以知道說 Kubo AI的設備放不出80Hz的低頻 好 然後我們再用100做了一樣的測試 好 一樣 你會發現說 它的機頻能量比較弱 這一次的二倍頻 它可能有一個共振的頻率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的二倍頻跟三倍頻都相對比較強 然後 但是不管怎麼樣 它的機頻還是比較弱 好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120Hz 就是模擬就是100Hz的低頻 嗓音的Sign Wave 一樣它的機頻應該要是最弱 就是前三個倍頻以內 機頻永遠都是最弱的 好 然後我們再來用 Wine Noise來給大家看一下 很明顯跟我剛剛前面demo 原始送進去的Wine Noise很不一樣 因為Kubo AI的喇叭 它的頻率響應的特性並不算好 所以它就是中頻特別好 比較強 然後低頻就會比較弱 OK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能量 明亮 就亮度的不同會知道 越亮的能量越強 越暗的就能量越弱 就被衰減 好 所以可以看得到 這邊這一個滑鼠游標的這個地方 它大概是中頻1K的位置 但是我們放大到 放大到這個 120Hz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幾乎 低頻的訊號是放不出來的 OK 所以如果今天駭客 這個連入它發出120Hz的嗓音 基本上你的120Hz會被嚴重的衰減 它一定要有這個衰減的特性 我才能證明確認說 它有可能從Kubo AI的裝置發出這個聲音 OK 所以我們全頻率的 我們從3K以下來看很明顯 200Hz以下就是嚴重的衰減 OK 那我們再來看 人的聲音 剛剛其實已經放過圖了 看一下 已經放過圖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實際看畫面 這一個就是 這個就是 我的聲音透過Kubo AI放出來 再被Kubo AI的麥克風收錄到 也就是所謂的Lubeck Recording 這是我的基頻 很明顯三倍頻的訊號比較強 OK 然後基頻非常的弱 OK 而且這還是在一個 接近無響的狀態 就Low RT60的空間做測試 在現實世界裡 客廳會有更多的干擾 所以三倍頻比較強 基頻比較弱的特性會更加的明顯 好 所以這個就是 在Low RT60的環境做測試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在Living Room 就是模擬一般居家環境的狀態 OK 我們直接給大家看 120Hz的Simple 好 可以看得出來 120Hz的基頻它能量一定是最弱的 所以客廳的狀況 就是它的訊照會比剛剛 在Low RT60的訊照多很多 因為環境就會有ambiance noise 所以這是符合預期的狀況 然後我們再用Wine Noise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三百以下 我看一下 開精細一點 三百以下你就會看到明顯的衰減 因為Wine Noise理論上 它應該底下這邊都會是訊號 但是因為Speaker放不出這個訊號 所以就會嚴重的被衰減 而反倒是能量越接近中頻 它的能量越強 就是這一段 上面就會比較清晰 然後我們越上面越清楚 然後越接近低頻 它訊號三百以下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收音的能力 就是非常的差 OK 然後 對 所以大概這樣子 我們其實就已經 已經有非常足夠的證據 可以確認說 OK 這個基本上 你要透過 QBO AI的喇叭 發出120Hz 其實是有一點 強人所難 因為設備 它原始設計 一方面不是拿來放音樂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就是放不出那個頻率 你要能夠清楚地收到 120Hz的 這樣子的訊號 你要能夠收到這樣的訊號 只有可能在現場 收到的 對 所以 以上大概就是我們簡單做的測試 就是我們準備了 80 100 120Hz的 完美的Sign Wave 然後我們用了一個120Hz的人聲 去模擬可能是駭客的嗓音 然後我們 我們透過的 Reference Mic 去驗證 測試 這個QBOAI的speaker QBOAI的麥克風 它的性能極限在什麼位置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回頭 做Lootback的測試 Lootback測試 就是我把聲音 透過 QBOAI的speaker播放 再透過QBOAI的麥克風拾取 然後我們把拾取完的檔案 透過APP下載下來做分析 那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跟我剛剛提供的 的聲譜圖的狀態是差不多的 OK 好 所以以上大概是這樣子 不知道我還有沒有什麼需要來補充 OK 好 那就這樣子